台湾民主危险 国家生日应是普天同庆 但食安风暴再起 却是人心惶惶 马总统国庆演说上 特别信心喊话 话说得漂亮 但一年三次食安风暴 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早已大打折扣 私了要有事件一爆发 也传出了卫福部 上个月就已经知情 却没有及时要求业者下架 政府谁在隐匿 监委决定要介入调查 但黑心饲料油风暴 已经再扩大 鼎心集团正义公司被查出 除了用必死猪油和饲料油 做食用油之外 竟被爆出还混用工业用油 一如以往 食药署要业者自主通报 但受波及的厂商何其多 食药署检方互踢皮球 迟迟没有公布下游名单 业者黑心 政府无能 民怨沸腾到了顶点 年底选举在即 民怨是否会反映在选票上 最新时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马上来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 现在叫做资讯媒体员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是Tubber Radio采访总招政西城 主持人好 各位好 黑资讯媒体员中年华 主持人大家好 北京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主持人好 大家好 NOW News总编辑康仁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当然今天呢是双十国庆 国文家庆 所以在今天要跟大家讲说 在国庆的时候 你快乐吗 但是从昨天开始 如果你看到 所有的媒体报道的事 我也不知道 今年国庆到底该怎么快乐 因为昨天有一个报纸 这个标筛还蛮好的 这个是什么 强冠射中秋啊 正义炸双十 那感觉上是像水果日报的风格 但是你不觉得 这个对联对的多好 一个射中秋 一个炸双十 我都不晓得 政府官员 尤其是巡政长到卫福部 食药署官员 看到这一天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如果你看所有的媒体报道 或什么的话 包括江葵在 记者在问啊这些 然后有一句话讲说 查到底 这句话熟不熟 好熟哦 上次才讲过啊 这句话不到一个月吧 不到 不是查到底 然后不到一个月 我记得好像九月初的时候 就讲了一次查到底 然后九月中的时候 就拍了胸脯 挂包紧 有没有 OK 这个你懂吧 会内伤啊 对 大家都不要担心 乃教股架上的东西 全部OK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讲说 在搜水游的时候 所有的摊贩 不是都在上面 摆了个正义 对 有没有 代表公平正义在这 你现在怎么跟全台湾的人 说当初 以后这个谁会信啊 我不知道 这以后谁会信啊 记不记得 我们在九月初 在讨论 全统的时候 我就预言说 你源头管制不做 将来是一定会再发生 其实我觉得 正义这个事是可以预防的 对 对 记不记得邱文达下台的时候 他讲的斩钉截铁 他说我把事情处理完了才下台 基本上现在架上的东西都安全 所以现在应该叫邱文达再回来 对 因为他下来之后又出事了 对对对 因为他说事情处理完就下来嘛 后来发现没有 对 那你再回来认知 对 因为这个基本上应该不算另外一件 这是全统的渔波荡漾 对 所以应该叫邱文达回来再处理 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可以避免 记不记得段仪康 最早 我们在节目中也讨论过 就是 有一船的油 一货舱的油 是正义买的 然后他跟 当时就被查到说 他跟这个动物用油是混在一起 段仪康当时就说 这个你要注意 因为正义没有做 饲料的执照 他进动物用油 饲料用油 干什么 那正义后来出来解释说 没有 因为我们量少 所以是跟人家混仓 好吧 那他这样讲 那政府显然信了 所以没有继续去查 可是后来林淑芬 他就弃而不舍的 在他的脸书上 其实他做的是一个很原始 很基础的工程 就是把进货跟出货 把它勾计一下 发现兜不起来 他就一直在脸书上 怎么会这样的都不起来 9月的3号 陈其迈 林淑芬 叶宜金 在咨询江仪化的时候 再问一次 说这个正义这个油 你现在敢不敢保证 现在所有市面上的油 都是安全的 特别他点名正义 江仪化跟你讲说 没有问题 基本上我们现在在架上的油 都是安全的 10月3号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在这个代理的政策会执行长 费洪太的率领之下 找了卫福部 找了农委会 找了相关单位的副部长来 挂保证 帮正义挂保证 说现在架上油是安全 没有问题 还痛骂民进党 说这个无地放屎 结果出事了 还是台南地检署查出来 今天政府给我们的说法是说 当时因为我们行政机关的调查能力 不如检掉 所以我们发现可能有问题 后来证实 昨天报纸证实 卫福部9月18号就知道 正义的油怪怪的 可能会有问题 结果他只做了唯一一件事 就是把他移送检掉单位 然后这中间 9月18号到10月8号 这中间 10月9号这中间在干嘛 我们多吃了20天 那这个事可不可以避免 当然可以避免 你说政府机关好 我没有百分之百证据之下 我当然 我可能 我没有办法要求他下架 因为将来万一没问题 可能会有国陪问题 可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因为有查到说 正义进口的油 是饲料油跟食用油 混仓进口 那我们现在还在厘清 这个油有没有分开 你连这句话你都不肯讲 如果他讲了 那我们消费者 我们自己可以做判断 就是说 我对你不放心 那我暂时先不要用你的 事情厘清之后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可是这个政府 在这段20天里面 完全不作为 而且年号 我一直觉得 如果真的请 你说请权位服务好了 或是说所有行政机关 再加上递检署 大家一起查的话 不用20天 我打赌 对 绝对不用20天 没错 你肯定 我相信了 大概一个 不要说一个礼拜以内 这件事情 东豪一天到晚跑 司法线跑走 东豪一个礼拜以内 绝对可以交代吧 不用一个礼拜 不用吧 真的跟你讲 不用吧 而且用习政机关的 能力不 比如说减到单位 这个也是推迟 其实你在看整个事情的心态 第一个是什么 是民进党在咨询 民进党在咨语 你注意看 国民党这样一话 他是自私反应 因为是民进党在咨询 所以他是本能的 say no 他其实是 他其实你想想看 今天我们国内的政治 搞到现在 民进党的咨询 往国民党的官员 从院长到部长 来这里党或 他通常第一时间 不是去倾听在野党的质疑 所以他很本能的是 say no 先防御 第二个 你注意 我们一直在观察这样一个话 这样一个话 其实在 越到这一年来 要处理事情的时候 他思考很多的 往往是说 我怎么去面对外面 由于跟媒体的解释 他往往没有把时间放在说 他怎么去把事情处理好 所以你就注意看 在他任内 为什么事情一再的重复发生 他其实是模式 可是他 尤其23号那些质疑 我觉得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16号 不是卫福部的 像石耀署副书长 出来讲说 挂剥颈 说架上的东西 全部都没有问题 所以到23号 隔一个礼拜你问我 我总不能说 这玩意儿有点问题 这个我就打自己巴掌 打得过头了 今天政府的心态 他本能的say no 事实上 我说 他如果是比较安全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 去讲说 他可以讲说什么 我在几天之内 做一个了解 几天之内做一个了解 再拿清楚之后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还厂商的清白 有问题我们就测查到底 其实他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对 这个我们那个 有纸业者的状况 真的是大家没有信心 你行政院长 你在接受队寻 你这时候呢 一定有脑筋去思考一下 给你注意看 真的今天整个 整个 这个江内阁 所有的人 他在面对在野党的咨询 你注意看 真的是 他们从来没有说 去注意说 在野党的咨询 有没有道理 很少 你几乎 我最近是看不到 这样的例子 所以 他当下面的这个官员 没有去把螺丝拴紧的时候 相信话 根本不了解 其实可是那天 我们就拿那天 你说在23号咨询 那件事情来讲好了 每一位 如果你现在是站在 那个台上的江院长 当人家这样跟你讲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 16号的时候 就已经挂保证说没有问题 当有人敢这样讲的时候 最起码的一件事 执行台一走下来以后 大概就是卫福部长 我不说多 三天以内 要不就是把这件事情的答案 摆在这 要不就是把人头摆在这 肯定就这样 你两个摆一个 那怎么会拖到15天 23号到事情 你说在礼拜三的时候 礼拜三 15天半个月 对 所以这也就是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说 行政器官他觉得有能力 那家庭话是 他考虑的是 因为媒体的效果 跟面对在野党的问题 我想为什么媒体 那个行政器官的调查能力 一定会比检刀快 检刀办案其实还有忌讳 那行政器官 他是可以直接去做检查的 那检查并不复杂 所有的人都已经 上一次的风暴之后 都知道说你是溯源 你只要看看所有的出货 进货跟出货一对 就结束了 第二个 你上台记者后来发现说 事实上那个 那个阵营的上游那个信号 自由环境是有问题的 你只要这个 词位署的人 先到了现场 你可以你第一时间 你用肉眼就可以判断 所以他很多东西 比你那么复杂 真的没那么复杂 你到了现场 从台北坐车到现场 到了阵营的场 再到信号的场 24小时 绝对可以处理完 OK 可是关键在哪里 心态 绝对是心态 也就是因为 现在又有选举 所以你注意看真的 江内阁 哪是马政府 哪是国民党的 立委党团队也好 大家都是本能的 那种膝盖反应 OK 只要是在野党的质疑 只要是在野党的质疑 他们从来没有 冷静下来听听看说 在野党这个质疑 是不是有道 OK 这个是9月18号的新闻 讲到9月17号 行政院院长将一化了 要救台湾 端出八大食安措施 还要严刑重罚 17号的时候开的 所以刚刚讲到18号 事实上这个时间点 行政院就已经注意到 为什么要特别拿这个出来 我今天讲实话 台湾的食品问题 到底谁造成 我不客气地讲 就是政府造成的 在上一次 我们在讨论 收水油的时候 我们有学者 或者是有官员 跳出来讲说 台湾的食品安全 不能垮 所以有人居然 出来告诉大家 讲说其实收水油的东西 经过处理之后做成加工 他是可以吃的 今天我很怕 哪一天又一个学者 跳出来 饲料油有什么关系 他也可以吃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让 台湾的食品业给倒了 等一下 你刚讲的意思是说 上次的事情 大家敢挂拨紧 或什么什么 是因为政府处理到 某一个程度以后 就觉得 不要再往下延烧了 停损 所以是一个停损点 所以才会出现是这样 你看嘛 我们从去年到近年 讲过多少次油的东西 OK 政府到最后的处理 结果都告诉什么 来化学数据摊出来 告诉你实验室里面 酸价正常 巴拉巴巴巴巴 正常 OK可以吃了 我们前面几次的讨论 不都是一直在这里面 鬼打墙吗 我们一直在墙地说 如果政府今天重视 所谓的实验室的数据的话 那对不起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 因为只要数据合格都行 上次讨论收水油的时候 说实话啦 我们到现在 连那个时候的收水油 到底有什么东西混进去 我们还不知道耶 因为业者只要不讲 你从那几个检验的东西 你能检验出什么 你不会知道的 在这一次的资料油 里面也是一样的状况 我给各位看另外一个报道 这个是六号的时候 现在大家骂得最惨的 就是国民党立委 当时找了卫福部的官员 到立法院里面去开记者会 然后讲说什么 这里面有讲到 当时民进党就已经在问说 你正义的顶心的油 该怎么办的时候 卫福部就表示说 根据包关资料 没有进入食物链 你今天 在昨天的立法院里面 我们看到卫福部的 那个市长叫许明能 他怎么讲的 我们卫福部的 这个所有同仁 全部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日以继业 我们已经日以继业 做到这个程度了 没有想到 我们表示遗憾跟歉意 你看的是什么 你看的是人家 业者提供给你的资料 你知道吗 你说业者讲什么 我政府完全全盘都相信 结果今天被打脸了 他在出来跟你讲说 我们都尽力了 我们都尽力要厂商给我们资料 对不起 你想要这件事 我想要讲一件事 还记不记得在去年9月 那个免子油 那家厂商 也是给了卫福部官员 那个资料 他们就照着那种 结果连数字都不懂 我们从去年就讲说 这件事不需要有人负责 不要 因为没有人就责 到现在还是一样出现的 就是一样人家给你的资料 你照单全收 我们再唤醒大家记忆一点 当时复卫乡 卫福部是怎么跳出来的 没有 全部销国外 没有在国内 隔天马上被打脸之后 你看卫福部有讲话吗 没有讲话 江一华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讲的很重 为什么 来我再给各位看 9月23号 江一华在里面讲什么 食安救责 开始要乘处官员 请问你 你做了什么事情 给我们看 我今天要讲说 厂商有没有恶意的厂商 今天我们看到确实是有 可是你政府尽了多少的责任 是在你能做的事情上面 你没有做的 我举例好了 现在出事情的 你会发现都是什么油 猪油 猪油为什么容易出事 因为你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讲到猪是有问题的 因为有很多什么猪只死掉什么 他的猪肉供应 就会有出现问题 你今天如果尽责 我们不是说政府一定要面对每一个厂商都把你当小偷 可是我只要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发一纸公文给这些油商 我只要能够先预想得到说 对不起 这个时间因为怎么样 那请大家厂商注意 或什么 你有没有尽到你该尽的责任 还是每一次出事的事情 我随随便便找 我可以找很多片 政府官员在出事之后 告诉我们那些冠冕谈话 我套一句 昨天连胜文先生在这个专访里面所讲 还有我这段时间要是没有听到政府讲重视实案 我还觉得怪怪的 你知道吗 觉得心里毛毛 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可是你每次讲的也都一样吧 你要我等一下再找去年到现在为止 你哪一件讲的不一样 你要讲那我们就直接来讲嘛 就是刚才这是 这是10月9号昨天 昨天的 对 这一内容姜葵 严厉追查不设底线 好吧再往前看 这是9月5号 才过一个月 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只是卫福部 彻查到底 这个词 有不一样 副字切上 对对对对 一个叫彻查到底 一个叫没有底线 对没有底线 对你告诉我 其实每一次发生这样子 你说上一次 对不起 上一次就是上个月 还不错 上一次 上一次 很久 很久 上个月 你说上个月的那个事 除了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事 大家说政府官员在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态度 或各方面应该在哪 但是开始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不能完全怪你 因为你是事情发生 因为你要查 对 这一次 你看不管是平面 不管是电子媒体 甚或 甚或连国民党 立院党团 没有一个人同情行政单位 因为从头到尾就是你自己 把整个台湾再陷入一次 正义的这些猪油 如果媒体报道没有错的话 市占率五成以上 对 远大于当初的权统 就强贯他们的 那你告诉我 接下来多少中下游 是一片心风绝雨 对 谁扛得起这个 但是我们每次在讲这个时候 说实话 你要讲到这个会很心痛 因为每次我们在节目讲的 第一个提醒政府官员的态度问题 第二个 希望我们每次都会讲说 怎么样能够让民众对政府有信心 因为说实话 发生事情 你一定是要靠政府嘛 可是经过这些里面 你甚或可以讲 政府对老百姓 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信心 自找的 不是吗 其实我想我很少在电视上骂人 指名道姓骂人 我记得我前一次 有指名道姓骂这个鼎心 这位魏家这个兄弟 我觉得可恶就是 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全统强贯就上个月发生 那个时候正好中秋节 你知道政府说 用到这些油的下油厂商 自己赶快招 招下来然后赶快下架 然后中秋节 然后一堆饼铺赔了几千万 然后顶心没有动作 那他用的油是什么油 他当然知道 他做油 一美劳总不是讲 他做一美劳总 他就讲说 对啊 你用油起家的 你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油吗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话就说 他上任到现在啊 他口才真的不错 然后应付立委也有一套 比如说人家说他围殴 然后他说他自己被围殴 其实蛮明巧的 可是动作上 有没有任何动作 没有 我上次有讲 蒋经国时代抓到这个的时候 光是一家油厂 22个人被判刑 然后你知道判 判到你真的倒 蒋经国当我们说 他当年打老虎也失败啊 这个草草收场 可是他到台湾以后 对这些伤害国际民生 特别是老百姓 吃的 住的 或者米啊 米粮不够了 或者这种东西 它是非常严格 那我们上次有讲 你到现在 这个顶心这些 魏家这些人 其实恶心恶相 已经蛮严重 那么大的厂商 你刚刚说占50% 可以有人说超过 快到七成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全台湾 都陷在那个风暴里面 比上次那个中秋节 那个糕饼还要严重 因为 因为现在今天国庆嘛 所以要比中秋 要比我再大 那过年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不知道 过年吃素啊 吃素啊 大家吃生菜 确认吃素没问题 结果还不错 做假的 素食里面有很多 也是用那些油 只是不吃素 我们不要再吓老百姓 对啊 它是清香油嘛 然后他做那些东西 都有油在里面 所以不要以为 吃素真的安全 不见得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不严格 重逞这家人 或者这些人的话 我觉得那会不断发生 你有没有觉得 政府官员 像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我觉得所有的人 你说阿基斯也很倒霉 是 上次 其实上次阿基斯 要下跪的时候 我就说阿基斯 那件事真的 阿基斯不用跪 因为不是在他的 对 那你怎么办 我就说GMP你也信了 所有东西你都信了 身为一个厂商或什么 你也只能信这个 你还能信什么 当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政府这些高官 有没有人应该出来 也应该点名一下 这些厂商吧 你好歹 也应该代表老百姓 你也点 除了你自己 应该要负一些责任 你好歹也应该 直接点名一下吧 我比较生气的是 没有人敢出来 点这些人 我就不懂 佩芬姐 你看他的TDR 是哪些人在买 不是不是 那你买好 对不对 关系多好 那些人在买之外 他也有他的对手嘛 对不对 就是说这些人 你难道真的整个政府 整个国家 都被你买通了吗 否则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敢跳出来说 所以这种东西 就是你上梁不正 下梁歪 搞到最后就是说 如果他不怕的话 那我想很多人也觉得 他都没事 我干嘛有事 所以如果没有一次 严刑峻伐 来重罚这些人的话 没完没了 所以事实上 我们就来看的是 很多人也在讨论说 难道这一次我们看到政府 只要是碰到大企业 就会转弯 就查不下去吗 会是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 分析这三个要素 第一个源头 第二个处理 第三个过程 就知道说 这种事情会一而再 再而三的发生 最近 这个涛哥李涛 这个上有台的 这个一个电台节目 他讲了黑色的笑话 他说本来我家那只狗 不太听我话 最近我跟他能沟通了 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吃了饲料油 所以他现在跟狗 是这个心意相通 你知道吗 他讲黑色的笑话 你知道吗 我就想到当初 这个 一个报社说 良心 被狗 良心喂狗 然后呢 顶心摻大桶游鱼六年 那时候 我说顶心会想 他怎么知道 我们这个饲料油 也被发现了吗 你知道顶心 从一开始 从去年到今年 你知道吧 他是不但是联装 还装家联衣拉衣 三样都有份 我绝对不相信 是不小心的 我只能这样讲 你知道 我要讲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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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多恶劣吗 各位 辛豪 从这三家进油 对 这两家是进饲料油的 这家是地下 这家地下油行 辛豪本身 并没有处理油的设备 你知道吗 他就叫了油 买了油之后 你们直接运 就运到正义去就好了 中间直接抽拥 我问你 刚刚各位讲 刚刚讲的办法 要查很难 哪里会难 没有 我们都不觉得 对 正义从哪里进油 我常说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正义从哪里进油 从这两家 虽然从辛豪 可是辛豪是从这三家进的 这三家有进人吃的东西吗 就这么简单 我再强调 我们常常这个节目讲 我们台湾大部分的 病死猪 病死鱼 病死鸡 都不见 没有人在场 对不起 我要更正一下 我刚刚特别挑 大家刚刚讲到现在 都觉得这很容易 只有我们的政府官员 觉得很难 对 所以查到现在这么多天 没有办法查出这个 下次他告诉你 我人手不够 你知道我要到全台湾去查的话 我缺了多少多少人手 你知道以前病死猪的时候 要掩埋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电视都可以拍到 把那个坑挖了 然后消毒 然后这样摆下去 当然会污染了土壤 可是现在就 无声无息就不见了 没有人 这件事情 因为刚才讲到说 包括油的处理过程 大家都觉得 其实他没有难到这样的地步 而且其实我相信一件事 行政机关 尤其是卫福部 或地方卫生单位 这些人手确实是不够 这个大家必须承认 但是是有轻重缓击 对 我们刚刚就讲 当人家已经站在那个地方 你挂包紧没有问题 人家已经站在你面前 点名跟你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刚刚只说 任何一位 如果你是站在对面 被点名问的 你是当院长 你回头一定直接跟卫福部讲 因为你不可能叫 叫院长自己去查 但你可能 最简单的就是 要不就是报告三天丢过来 要不然就人头摆在这 让你选一样 我不相信三天以内 他肯定要把所有人手 先摆在这件事情上 先解决 最起码老百姓 就不会多吃了这半个月 没错 而且前面源头没有查 然后中间处理过程 是这么的马虎 然后还有处理结果 各位 复卫箱 复卫箱 我就讲复卫箱好了 复卫箱现在检掉 这个检放上诉 我们继续那个病死猪病死鸡病死鱼 通通不知去向 你以为我们会喝不到吗 我讲难听一点 这些还是有名有姓 他还处理过的 有些你直接就变成成品到你肚子里面去 你这就是现状 我插一下 因为我要再补充一下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从9月17、9月18 行政院开会 嘉宁化院长开那个记者会 我再查一下 9月24号 我们的魏先生 今的魏先生 他现在还担任我们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职务呢 财坛法人 台湾食品产业测进会 这个测进会他是负责的 他是董事长 然后他就召集了业者配合卫福部 他说他们要做一个强制性的自主管理 做这个东西 做东西来呼应江仪化 来跟政府做个交代 交代完之后 后面就换那个时候 业民工还没下台 换业民工出来开会 再把所有的单位再叫出来 再开一次会 所以你如果当官的人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实务状况 你就看到下面的人都很配合 配合完了干什么事情呢 要吃饭 吃饭的钱是谁出的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什麽食品业者的设计会 就丙新老板出的嘛 其实就是他们这个 就变相的另外一个工会嘛 对啊 好本来啊 本来这个饭还没吃完喔 这个月中还要再试一次喔 还要再试一次喔 但是因为现在 算庆功宴吗 也许吧 用的是什麽油 用正义猪油 如果没有出事的话 如果没有出事的话 就可以当庆功宴 然后后来业民工现在下台 所以下一次饭要换谁去吃 可是这里面再告诉你什么 你看看 就是说我们的业者 业者本身对他的东西不在乎 我们的官员呢 对他的业务不在乎 大家是什麽 我开完会 我把这个台面文章做出来 我有报告给你 结束了 嗯 ok 来文章哥 这个油的问题啊 其实当然最主要我想还是因为猪油 猪啊 创了六年来 新高 那早期啊 其实台湾的 养了很多猪是外销日本 后来算一算 其实滑不来 所以才会爆发口蹄疫 口蹄疫事件 其实是从 中国那边走私 烤猪过来的 所以我们就晓得说 油的问题啊 本身 各位可以看啊 几乎半年一报 从去年十一月 谈同利耶稣那个大统世界 到了半年后 就是四月间啊 手水油 嗯 现在呢 就是 飼料油 我想半年后的春节前啊 大概也有 周期性 现在已经有工业油了 已经开始有人点名在工业油了 所以你看这个事件部啊 其实 这个一目了然 我觉得有些报纸的 这个他做事件部啊 让你看得清楚 官官相复啦 嗯 哦 不是说没有办 但是呢 好像都是虚印了事 嗯 这个官场生态啊 一定要打破 嗯 特别是鼎心啊 我觉得他这一次 是阿基塞 嗯 这个人是蛮敦厚的 但是我看他啊 亮出这个大骂魏家 嗯 哦 说你们这个好像非常不道德 嗯 前不久带福比斯去去去采访那个顶心的时候 看到他们家真的弄得美轮美坏 在在涌进那个地方嗯 上个月还要再带这个呃两个日本记者去的时候啊 引信报列为黑名单 哈哈哈 他说我们在节目上数落他们魏家 哦真的哦 嗯 对 那那那我们都是黑名单 你现在要不要开始说点好话 哈哈哈哈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那黑名单我第一名 我觉得无言以对 为什么你 你去年出事的时候 魏家居然公开在那边说 诶 食品业是良心业 对 我觉得是 那叫良心业 没良心的事业 嗯 真正有良心的大概只有 大概目前呢 看起来大概只有剩下一美 嗯 这你讲的那个 高志明 高志上他们家族 那个也出过去 他们已经送送给客人哦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送那个猪油 嗯 我现在想一想 原来他们早就知道猪油有问题 哦 所以伴手里是送猪油 哦 ok 没有我要帮鼎心说点好话 嗯 你知道吗 台中那个太阳堂 他发现说 为什么鼎心呢 他本来要用正义的 正义本来是占五成 后来因为那个 强灌的时间 他变成八成 他本来要用正义的 发现说奇怪 为什么鼎心 不用用自己的油 对啊 用强灌的 嗯 鼎心还是有品质保证的 嗯 还是有品管 哈哈哈哈 他是不敢用 知道自己的油问题 于是他用了 这个强灌的油 这就是为什么 我是说 我开 虽然我是开玩笑 可是这就是猪丝马迹呢 嗯 奇怪 你家有油行 你跑去用强灌的 你自己的油 为什么不用 ok 其实 呃 如果要是当政府 看到媒体上面 突然出现很多 商家都出来跟你说 我们现在都自己炸猪油 对 你听了不会难过吗 就我们这整个经济循环 到底变成怎么一回事 现在老百姓 在市面上最夯的呢 是自己做的面包机 真的 然后自己拿花生去炸油 对 然后现在呢 卖东西的店家呢 最保险的状况 最后其实他们的芙蓉 就出来炸猪油 那我们接下来 就自己炸猪油好了 你怎么会搞 那接下来呢 就每个人都说 我自己家养猪好了 对 对不对 我养的猪 然后我自己到最后呢 猪肉自己弄 然后猪油自己炸 他像话吗 一个为政者 如果看到是这个样的时候 难道不会难过吗 我必须讲 我们节目在 从上礼拜五的时候 到礼拜一 其实宋楚瑜 亲不当主席宋楚瑜来专访的时候 当然收视非常高 大家都知道 其实老百姓喜欢听的 不是在说要批评人 而是在于说 他用一些自己以前做过的经验 来告诉你说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样 当然我相信 有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 听了会不太高兴 那我也不知道 七老八十算不算 好吧 那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 有一些人听了一定会不高兴 但不高兴又怎么样呢 重点是 秉除掉那个不高兴以后 看看有没有是 可以纳入施政一环嘛 就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宋楚瑜大概也会恨自己 为什么讲话这么准 他那天在节目里面讲一个叫温床理论 就是要有这个温床 没有把温床的问题解决 将来随时小心火珠 一点就燃 有好多的事情 才从制度上面 刚刚连晃在讲的 我实案的问题 如果今天不去处理 后面还会层出不穷的来走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把事情的源头的东西 全部都解决掉 那还是会缺在 你看着过不了多久 因为他那天刚好也讲到 实案问题这些都讲 他说你看着过不了多久 他的过不了多久 还真快 还真的是 那你如果是政治人物 你是为政者 你不喜欢他讲话 你为什么要被他讲中呢 不是 你不觉得吗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被他讲中呢 你就把事情解决 我就讲像这件事情 他是可以不要发生的嘛 就七老八十的人讲话 就不要理他嘛 没礼貌 我觉得 五哥你刚刚讲到自己养猪 我觉得 台湾是不是要从电脑时代 回到鱼猎时代 就是要吃鱼 自己养猪 自己养猪 然后自己养猪 养鸦 养鸭这样子 所以不管是你吃素的 吃婚的 现在所有的政府认证 你通通没有办法相信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一个人民 我去买东西 我没办法相信政府的时候 那请问我要相信谁 为什么要自己榨油 油妈妈菜包 大家知道吧 上次用拳筒的油中奖 那我改用正义的 用中奖 你教他怎么办 你教他怎么办嘛 这一次用正义再中奖 我平常很讲 我觉得可以认真的考虑 因为是政府的 最高行政首长 在电视上告诉 还不是在电视 对不起 电视只是个转播公司 他在国会电台 告诉你 他是OK的 所以这一波 我鼓励所有的民众 这一波 你因为用了正义 如果你看了电视 是政府最高行政上 告诉你 来政府可以用 结果我用了中枪 那些东西 你告诉我 这些东西谁吞 你真的叫老百姓自己吞吗 那我以后还信什么 可是我觉得 如果要是 能够拿政府 如果要是政府 该不该赔这些 如果因此可以挽回 那一点点 老百姓对你的信任的话 值得 你该做 因为是我们自己讲的 谢律师 他们去申请国赔 我是同意 但是对不起 钱请这些说没问题的官员 自己出 国赔不能拿我们的钱去赔 你谁讲没问题 谁出 上次基隆 利亚口里胡 后来自己炸猪油 所以这次逃过一截 五花马上次也中奖 这次自己炸猪油 逃过一截 现在好 连福隆也要自己炸猪油 好 那我请问大家 其实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我们都知道 猪资从去年开始 台湾猪都非常贵 因为公普应求 因为猪资的量减少 可是请问市面上 猪油有没有少 没有 没有吗 那请问 没有猪哪来的猪油 就国外进口 那进口量有没有增加 也没有吗 天上掉下来 这个其实政府都可以查得到 我平常过去十年来 我每年进口的原料的猪油 有多少 那去年如果没增加 为什么市面上卖的猪油 一样多 那请问这个油是怎样 真的是天上会掉下来 你要去抓山猪 对 对不起 山猪没什么油 对 山猪没什么油 对 所以我说这个常识问题 我先提醒一下正面 我还是拿这篇 9月18号 行政院公布了八项强化实案措施 里面的这一段里面 好请看这里 地方检举奖金 提高为罚金的两成 中央部分是程度加发 10到200万的检举奖金 意思是你只要在实案问题上面 你只要提出检举 那我就发奖金 来请你现在发 有人检举了 你第一个先做到 第二件事情 刚谢律师讲到说 要国赔 对不对 有 他也告诉你了 要求偿 但是要先影响 若影响到消费者健康 我再去罚这些厂商 所以要先致命影响到健康 我们从上一次到现在 每一次都在讨论这些 为什么 只要有油的问题 第一个出来 洗版的报道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多喝水 有益健康 喝了水就可以排 数化剂不也是这样吗 数化剂后来罚了什么 大家都看得到那个结果 在收水油的世界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先告诉你 你说后来又加了 一定要多喝水 然后要多吃绿色的 包括花椰菜 绿色 绿色 所以内政吃了很多芭蕾跟花椰菜 真的不行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说 那这项食材你可以先不要吃吃别的吧 这就是我们政府思维的逻辑 你知道吗 好我们这边有大律师 这边有保司法的前辈 我讲比如说警方好了 警方才抓到一个吸毒的 你认为他会大肆张扬吗 不会 通常不会 为什么 我要抓上瘾 我要抓他的那个源头 最好我能够一举破获什么工厂 抓大的 小的通常就 哎呀 我们现在政府不是 最近这几天大家在讨论 ETC高速公路通行费 有人开始接到那个罚款了 你知道吗 多少人是一块钱就要被追到 可是今天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会看到 为什么讲说政府在食品安全这件事情 政府要负责任 今天我们政府都讲说 因为食品安全不能够再接受 任何一次冲击跟危机 所以我只要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看政府的 他的第一句话告诉什么 我们在查了 但是因为查的过程当中 我还没有结果 所以我告诉你他是安全的 你想 今天国际上看到台湾这一次 在出这个问题 你认为冲击大不大 你认为大 可是如果今天我政府先说 我因为我怀疑你有问题 我先要求你自行自律性的下架 等到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让你上架 或怎么样 你认为国际会不会 赞许你这样的行为 台湾的食品安全已经很糟了 我今天用一个 比较好的管控的方式 他不是在惩罚厂商 现在来讲 你说顶薪位家 为什么他那么生气 那么气愤 你不是一次 你是两次 第三次 我在讲说 以司法的角度来讲 如果这个地方上 这个人坐监犯科 有过一次记录 第二次又有他 我跟你讲 第三次这个辖区里面再出问题 诶 甘喜利 一定是管区 因为我就是把你之间 通常会连续三连庄 那不是说一定是他 那一定跟官员之间 在管区里面做事 派出所没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因为你们自己的谚语 是这样说的 有没有 有一就有二 有二就有三不成立 那我总要凑成三次 对不起 我们就谚语 所以我讲 就是说官员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说 业者他当然会有取巧的 会有投机的 无坚不成伤 大家心里还有这个谚语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怎么去防止 那个奸商 是政府你今天展现出来的 态度的责任的问题 我今天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非常 还是很介意 这样一话讲的那句话 因为我们家吃进口的橄榄油 我讲真的 当一个官员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永远停留在城市 就是那个地方 所以当我的官员 如果我今天 我就讲说 你今天这么重大的一个 安全会面 你还跟人家讲说 你要来求偿 要去法床 可以哦 请先证明 你的消费者健康 是被危害的 对对对 你们刚才大家有某种程度 当然大家也都讲了顶星 我们大家都觉得说顶星 你怎么会连续几次 这个事都碰到 但顶星如果他现在出来 就跟你讲说 因为正义 就只是他们收购的厂家之一 对不对 那他就是我下面的一家公司 那你讲说要怎么 你办 基本上你办不到我什么 他就是我收购的一家公司 那你最多就是叫我出来 说因为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 有发生这 我出来跟大家道个歉 那还有呢 再来你们还要怎么样呢 所以他就回到你刚才所讲的 我是不是我自己要炸猪油 当政府用这样的方式 去面对这样厂商的一个解释 我不要讲狡辩 我用它解释 政府就会告诉你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请消费者你自己用你的市场去抵制它 当你所有人都不买的时候 它就会倒 你不觉得现在政府某种心态是这样吗 我们昨天播出联署的专访 是 OK 那在播的前面 因为我们录的时候呢 还没有发生这件事 对 那你不觉得 石层 所以他搬出地宝是对的 要不然你告诉我 在这个节骨眼 对啊 他是不是走到哪 人家要问 帝宝宝 然后 你看 那你要不要针对顶心说说话 对 是不是 也被拿出来了吗 其实我觉得 宋主席讲到一个重点 那个温床 那个床不拆啊 你只是在做这些后面的措施 一点营养都没有 刚刚温森哥刚好 我们当然开玩笑说 不知道到除夕情会怎么样 真的没有了吗 唯利是 那个正义是最后一个吗 真的吗 是吗 我们刚刚为什么这么气愤 因为这个事情从 顶心这个事情 他三件事情都不难查 大桶长几进口多少油 那个顶心本身自由起销 他不晓得那个时候橄榄油多少钱 他刚才买了以后 顶心自由跟他买 然后直接在卖个卫权 中间转手图取暴利 他不晓得橄榄油价钱多少 他那个橄榄油会是纯的吗 是他不知道吗 这个强冠也是一样 他直接进了油 都不是人吃的东西 这次更离谱了 这太简单了 这个事情根本不用查 他正义进了油 就直接从这三家 这三家没有一家是人吃的 对 没有一家是人吃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很简单 如果你查不到的话 表示这中间就有鬼 就表示你不是无心之思 我就很明白讲 你就是挑钢的 我就看你吃这 反正就刚刚大家讲 吃不死人吗 不是 反正你也查不到我 因为从第一开始 第一件就无外的事 第二件也没有外的事 一件也可能无外的事 大家继续吃 到时候弄一弄 那时候我们就在 那时候大家在私下讨论 很奇怪 这个大统长鸡这个人判十二年 高正立判十二年 记得很奇怪 容易变成的出来 卖那么贵的 怎么也无事 不过大家会质疑这个 可是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三件事情 我们没有证据 但是这会让人家起疑的 为什么 为什么 鼎心为家 他搞 打败人出事 打败人没事 所以这个政府 如果不叫 刚刚这个 我觉得这个大律师 是话中有话 你就叫他出来 公委 出来道歉 不是 我讲 你纯以法律上来讲 对 他就是旗下的 他收购的一家公司 那你没有办法 直接证据说 他知道他要用什么 那除备要办法查 但是最起码 我说当大家 民怨都已经搞成这样 你政府官员 第一个 你自己的责任 一定要负 因为你挂保险 结果后来发生 收事这个样子 然后你查的 也没有很积极的感觉 那但是 你好歹 是不是也能够出来 叫这些大老板们说 你出来跟大家说出话 你说出话 老百姓 这就 对 而且 不是 大律最重要是 出事出了这么多 怎么能连一点点 警觉性都没有 而你讲完以后 就没事 就没有在记忆过处理了 我觉得他根本不是 没有警觉性 他根本不作为 我应该用不作为 比如说 那个 那些立委们 他可以去查他进口些什么 我们的那个海关 报关 你难道查不出来那些东西 进口的多少东西吗 有真正的猪油进口吗 如果他还是这样 他就是不作为 如果他真的有作为 就像我讲的 你连那个运游的司机 都给他关一关的话 没有人会去干这种事 像讲丁果一样 对 那个时候 对不对 一个游航关了22个人 连司机也可以抓去关 游航关我们就要来看 就是这段时间 在一发生这件事情的事 就看到民进党点名 说江奎要下台 但是江奎就要下台之后 问题真的能解决吗 不只是民进党 是党主席蔡英文 点名 直接点名 他认为江奎一个月前 他讲的那么大话 其实在回顾四个礼拜前 屏东信任务就已经查获 这个澳洲进口饲料油 可是呢 呼隆过去了 四个礼拜 然后所有的这些重建的厂商 其实顶心 如果回顾70年代 蒋经国时代 米康油事件 顶心就是因为米康油 才离开台湾 去中国发展 你有这个深受其害的 这种感觉 但是你 这个归以返乡之后 怎么现在 连环报 那米康油其实有国赔 因为米康油到现在 政府还编了一笔预算 给中部地区那些 而不幸的受害者 到现在还在国赔中 所以我是觉得 顶心你不要换跑到 他现在已经开始转向 这个电信业 还有这个什么频道业者去了 你再怎么换 你的心如果是黑的 怎么换 永远是黑心事业 OK 来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气氛 你知道一开始 在这几次的油的世界里面 民众的那个气氛的氛围 跟对象是在改变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 棉子油 或者是我们看到 那个所谓的 收水油的时候 我们看到民众气氛 是厂商怎么这么黑心 现在民众气氛是 你进户时 为什么你政府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是 我讲这个 我们要把它拉长来看 去年到现在 去年在棉子油的时候 政府有没有讲说 他开始要查查 有没有开始讲说 他努力的要查 有哦 可是到现在为止 他今天还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说 今天到底政府官员在什么 更不要讲说 我刚给大家看了说 我们的卫福部官员 在那边挂保证 然后国民党立委 还在那边搭张其果 讲说 哎呀你们民进党 不要跨了欧云都 跨了欧亚的欺青 不要怎么这样 都要讲证据或什么 原因在哪里 我们对于公务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 对于这些政务官 太过于宽松了 为什么讲太过于宽松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 严格的机制 去要求这些失职的公务人员 当你被发现你失职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去处分 我们没有一个好的 这样一个机制 我讲一个更直白的 如果以今天这个事情来看 我们还有一个 大家认为可以废掉的监察院 你总可以出来说说话吧 你针对政府官员 在这一段时间 在游的这个事情上面 你总可以出来表个态 我找一个监察委员 我跳出来 我自行调查 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虽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你在作秀或怎样 可是那是你可以有的一个作为 那是我们政府 在面对公务人员 或公务机关里面 你没有执行你的公权力的时候 我可以帮助你的一个方法 可是没有 我刚刚讲说 其实因为那些宋主瑜专访的时候 几位也都在 那你真的会觉得说 我刚刚可以很直白的说 一定有很多政治人物 听了他讲话会很不爽 但是问题就在说 那为什么要被他讲中呢 就如果要是那些东西 他有一些东西是 是你自己的作为够积极 或是那些逻辑是都通的嘛 我一阵的逻辑一定都是通的嘛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讲中这些东西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因为宋主瑜的专访 我也在现在 我认为他的逻辑很简单 其实我自己一个不是万能的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有很多的设计 我有很多的机构 我有很多的人 来一起把这个事情 给他扣起来 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我每一个环节扣得住的时候 我就可以防止很多的弊端 或很多的问题发生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永远都是单向 就像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行政院 他就再跳出来讲说 哎呀我要再继续查 我今天 昨天中午的时候 临时要紧急再开一个什么 第几次的食安会议 然后呢 你前面开了几百次的食安会议 不都重复再开 定出来条件 我就讲嘛 光你九月 那个时候弄出来一个 就先告诉你说 我要求偿的时候 我先对不起 要危害身体健康 你把那个东西 你都已经设在哪 可是我们的这些 后面的其他机制 我们看不到 它跟这些扣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今天你刚刚讲到说 要从源头找 源头在哪里 我明白的讲嘛 就是你这些政府的这些官员 你这些相议院将一化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下台 你知道吗 大家不能够这么相怨的 就看着事情一次一次 这样子把它给 再重复发声 而且拜托 讲上一次是好听 上一次就是一个月 怎么可能会再这样子 最起码新春 总是可以让大家开心的过 可是我们刚才 在讲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年号讲的时候 讲到鼎心 就会讲到 对TDR谁能买 或什么类似这些 东豪 你不觉得吗 我就讲 昨天在联盛文专访的时候 可是联盛文对于他自己 包括政商关系 他自己是可以很坦道 很哒哒哒跟你讲说 我就没有这些 而且他可以讲说 当然这个也有人骂说 叫做有钱的傲慢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 但是他讲的也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 那如果你们都说我有钱 你们都说我们家什么什么 但最起码我如果当了台北市长 能贿赂我的不多吧 我为什么要去接 我没有道理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像鼎心这件事情 刚才我怎么会开玩笑讲说 还好 他才会觉得说 还好我搬出地宝 要不然旁边的人一定会问 你们地宝帮 你看又有人什么时候 就躺在那丢钱 因为他搬出地宝 是因为有朝运他当然要先搬走 否则又会被闹一次 可是我那么讲 政府有没有能力 我觉得宋先生 那个宋主席先生那些专访讲得最清楚 现在政府 现在政府运作叫部落 没有各个部会叫各个部落 以前也是讲说政府各单位 不能各自为政 他一定要整合 我们马政府最近有没有很团结的一个例子呢 有 柯P 你看看 你回想一下 就这十天之内 这十天之内的事情 柯P的NG149 从发动 到马总统用党主席的身份讲话 到各部会配合调查 本来是只有台北地人署的事情 后来讲完话之后呢 联政署进来了 这个主计处进来了 审计部进来了 然后这个 其他相关的 台大医院 教育部 大家全部都进来了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帮忙把NG149搞清楚 柯P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柯P一定无所断行 有没有贪污 一定很快就知道 多么的有效率 我们把同样的效率呢 拿来处理这些油脂的问题 不行吗 那么我只是纳闷一件事情 为什么第三次发生了 政府的效率是放在选举 而不是放在实案上面 我前几天算了一下 同学生有八个单位查MGE事件 这八大高手同时出招 那我提醒一下连胜文 你虽然搬出地宝 但是顶薪TDR你有买 那不是很久以前的 你通常有违法 当然没有违法 我是在强调 顶薪的政商关系有多好 哪些人买的TDR你有买吗 没有 我也买不到啊 我想买也买不到啊 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 对啊 我们觉得不是在考虑的对象 对啊就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这个概念好酸哦 不是你不认识他 你根本不在他眼里 对没错 你这样讲我也接受 虽然有点讲的好臭 虽然有点令人难过 但是我们都不在他眼里 我只是把事实陈述 对啊 好那现在 现在我觉得 呃 其实可能很多台北市民会觉得说 啊选个台北市长啊 干嘛去查人家 祖宗八代的财产 很无聊 嗯 那既然因为已经陷入这个战场了嘛 现在反正谁也不肯先松口啊 嗯 因为谁先松口谁就认输嘛 那大家就打到底了嘛 对 那刚刚怀宣在问说 精卫的TDR 先 精卫TDR其实是有人去检举 嗯 而且检举时间更早 是在今年的四月 四月就检举了 那大概差不多 现在超过半年了 一样在台北地检署 而且我怀疑应该在同一组 嗯 因为是类似的案情嘛 类似 我怀疑啦 我研判应该是在同一组啦 因为同样一件事情一定是交由同一个检察官的主持 对就同一组嘛 就大概大概就是那个 同一个检察官 对同一个检察官嘛 对好 那 他可以查柯文哲查得这么积极 你不去查精卫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那你好 你也可以跟我讲 我精卫我有在查 诶可是为什么我报纸都看不到 嗯 那为什么查柯文哲的报纸都看得到 证查不公开 对那为什么查柯文哲的侦查都可以公开 侦查全公开 那是 那是司法记者对MG149毫无关系 比较有兴趣 对金卫没兴趣 还是金卫太难记者看不懂 嗯 那这个是金卫TDR问题 那现在一个更有趣的问题 就是刚好前几天延烧出来的话题 就是呃这个 这个联盛文到底他的他Evenstar 他现在到底有没有 还是有没有在Evenstar认职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不是讲他一月 对 他一月就已经职了吗 可是因为因为被人家找到 他2月24号在圆环 建成圆环宣布参选的时候 他又讲了一段话 他说我那些公司在香港的公司 是我一手创立的 如果我当选台北市长我就会辞职 你这样听2月24号讲说 如果我当选台北市长我就会辞职 那代表当时他是没有辞职的 可是后来被这个段依康揪出来之后呢 因为这涉及到可能财产有没有申报 有没有漏报的问题嘛 联盛文讲说没有没有 我一月就辞职了 嗯 那问题是现在都不容啊 你因为我不相信 因为联盛文很年轻44岁嘛 记性应该很好嘛 你不可能说2月24号忘记 我一月已经辞职了 嗯 然后再讲说我当选要辞职 好 那连郑营呢 昨天又特别出来讲说没有 当时联盛文讲的说当选后要辞职 指的是大鲁格跟太风金 哦 这两家公司 结果又被抓包 说奇怪大鲁格跟这个 永风金 大鲁格跟永风金这两家公司不在香港啊 他也不是联盛文一手创立的啊 所以你讲的就是EVENSTAR嘛 那你到底有没有辞职嘛 这是一个问题 再来 联盛文是EVENSTAR的股东 我们一般理解的辞职 就是说陈东豪是老板 我是员工 我不干了 我跟你辞职 我跟这家公司没关系 是 今天如果说这家公司 是我跟陈东豪两个人 一人出一半钱创立起来 而且是大股东 对 那我跟陈东豪讲说 我辞职我去选举 那所以我撤资啊 股份帮我留着 分红照分 不是要撤资才算得有啊 两位要不要考虑去搭档呢 演一个舞台剧啊 我们是国庆日特别结果 位置就在这里 对口耶 股东是不能辞职的 也许你原本是股东兼总经理兼董事长兼执行长 OK那你辞掉 对他说他辞掉的是像基金经理人那样的 对可是你是股东 他承认他有还是有股份在 对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分红 有他他他他在昨天专门里面 因为这个问题我有这些 赚钱会分红吗 那有没有报税 海外所得 对海外所得海外所得是这样 超过六百万以上要缴税 但是你就算只有一块钱 你也要申报 因为我有买海外基金我很清楚 即使没赚钱 你还是得要申报说 我有这一笔在这边 那这这这又是另外一个税的问题 所以呢也有很多国税局也证实嘛 说有三百件的 联社我们的检举案 有啊 三百件 可是后面补了一句话说 现在目前还在第一阶段 我也搞不清楚第一阶段是哪一个阶段 可是 因为我也收过国税局的补税通知 从来没有说承办人是打代号 对 因为通常都是这样承办人他在留他 蔡正元委员那天在节目里面说 他收到的是打代号 我收到的也没有啊 对啊 奇怪 对政治人物是打代号 对我们一般小老百姓就是用本名 因为他为什么要留姓名跟电话 因为万一你有疑问 你可以打电话去问他 说我是哪一个漏报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我查一下嘛 对不对 那打代号我这样打去国税局 请找3431 3331哪位啊 这分机号码 对啊 所以他们说是分机号码 他们说是分机号码 那分机不会只有一个人用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是很怪的 所以 连胜文这个财产的问题 那前几天当然也有参选人讲说 金卫的TDR 在香港被停牌 在台湾被多卖了48分钟 这中间的获利 而且那个合伙人很巧 是他姐夫的表哥 表兄弟 而且是他这个一般十大的合伙人 他以前的长官 对以前的长官 我再讲一下 他他除了是阴性关系 他在消场工作的时候呢 杨定业就是他的直属长官 对啊 所以杨定业后来出来后 自己创业 创业的很成功 袁胜文因为要做Evenstar 要做个私募基金 杨定业就帮他 成立了这一个Evenstar 所以你说这一连串的疑点 袁胜文到现在 好像也没有跟大家解释的很清楚嘛 因为从他申报的海外的资产 显然跟他自己宣称的Evenstar 赚的钱是不服的 因为他的Evenstar是有得奖的 在2009年得到亚太最佳避险基金奖 当时得奖的原因是因为 从2005年创立到2009年 累积获利89% 那很高耶 将近九成的获利 所以你用他公司的原始的资本去算的话 他累积获利绝对不止他现在申报的 他跟蔡依山名下持有Evenstar的股份嘛 那这中间你第一你有没有报税 第二你有没有逃漏税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如果说好今天国税局接到检举 柯文哲是用这么快的动作要求在这个几天之内要交资料出来 那请问连胜文有超过300个检举 国税局要不要比到半年 那这整件事情 你说从连胜文在昨天专访里头 包括讲财产的时候 因为大家的焦点刚才您话有讲到 其实你说从Evenstar很多 我觉得对所有的候选人基本上要做一个检验是一定要的 因为老百姓才知道到11月29怎么投嘛 那连胜文对他自己的财产 尤其对在大陆 在昨天节目里面他不是也演料一个重化 他说如果要像Evenstar有任何一个大陆籍的合伙人 对他就退选 他就退选 对 不是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前阵子都用高道德标准来看这个选举 说哎呀不要负面选举干嘛的 现在好像看不到正面选举 都是这些 刚刚年红讲的很好 既然开打就打到底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什么高道德 哪次选举有正面啊 对啊你看 所以大家都说哎呀不要负面 选举最大的功用就是 第一个帮你找出祖宗八代到底做了什么事 第二个也让你回忆一下自己做了什么事 选举最大的功用应该就在这 外面有没有小孩有没有太太 OK就人家会帮你找出来 OK大概就这样 我们都可以选举 问题是我们没办法选举 我这意思说可以 其实这种检视方法也很好 就看你怎么样去正视这个事情的态度 你讲的对不对 你有没有说谎 只要说谎 只要被人家抓到说谎 你不用退选了 就等于间接退选 很简单嘛 包括刚刚年红的这都是问题 就是说你的营运技巧这么好 我想的财产这么一点点 你要讲清楚 同样的柯P也这个东西一样 你的这个1402底下MG149 你的刘如意账户 台大不知道 这东西都可以拿来检视的 你不要拿一些大帽子那些东西 这都是OK 那天我们解释一个台北市长 可是你这人在主人专访 他还讲说 我要参选以前 我难道不知道 你们大家会针对这些事情吗 对对对 他说我一定这些所有的事情 我也会查清楚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谎 因为其实这个逻辑是通的 就可以想象 连我们不是从今年 大概年初 大家就在讲说 尤其是当他们 只要哪一部分回应 不如大家想象 说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就是说 怎么这件事情 你们会回应成这样呢 这种事情应该是你们 一开始就应该想清楚财产问题 为什么会是大家问的 所以他讲这个逻辑 应该是可以接受 我难道不知道 你们大家问这些吗 我一定会 老老实要跟你讲 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质疑 谢大于是两位主持人 柯P同样知道 他同样 他以为你以为他是曝光出来 他在罗素蕾动作之前 很久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说 有人要下这个手 因为罗素蕾到处讲 在他之前他也讲 他说有人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事情 问题是回应 他可能知道的 没有想象的这么多 所以这么多出来 所以有东西也回应不下来 包括下来这些流入于专户 然后这些细节 这些当中的问题 我跟你讲 这也是问题 你不要说 这个因为是什么公益 或怎么样 因为很多东西 你没办法解释 就我们一个外人来讲 为什么有钱 管理器又拿出来 拿了以后 当天又拿回去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般人看不懂的 就做一个台北市长的格局 来讲 你一年的预算 超过上千亿 这东西 如果你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上次讲 那个新升高 因为这个底标提高 结果下场很惨 到现在那四个人 还在缠送 那这个钱的问题 在公务机关里面 我想大律师很清楚 你也处理过 很多这样的case 只要有一点点 涂一的嫌疑 这公务员 这一辈子就完蛋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当然要好好处理 当然要讲清楚 我们看到联盛 是第二次拿退选来做赌注的 这话都说得这么重 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关于金卫的争议 是不是可以停下来了呢 其实你仔细听 他要退选的两个东西 都是他比较有把握的 比如说他的股东里面 有没有大陆人 这点他一定很确定 重点是因为 大家每次讲到他们的时候 就会讲到 你在大陆之间的政商关系 你们家什么什么 包括你的一本斯大里面 有一个就讲温家宝的小孩 就讲说那个温什么 那个是金卫 不是一本斯大 他就直接讲说 他绝对都没有这些 他说社会直接用的是 中国大陆籍 他说只要有一个 他就退 因为这个东西 他可以掌控的 你知道他自己股东有几个 搞不好股东没几个人 所以很清楚 搞不好都是他的兄弟们 或者哥们 所以他讲的那两点 其实是他可以自己掌控的 可是你发现那些乱七八糟的 因为他绝对没有承诺 就是那种 你们说的TDR 你那边 或者刚刚讲说 在香港的 有没有赚 对 然后这边 还卖了四十几分钟的股票 赚了多少钱等等 他并没有对那个做承诺 所以他讲的要赌退选的 都是他绝对有把握 那个小子 也不是说真的笨到 我们想象中那么笨 啊那小子 什么小子 那班姐都这样讲 来个小子 讲话要小心哦 对啊 什么练经的 小子男生 有没有 就是说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笨 因为有人说 他本来就不笨 有人说他不聪明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笨 那你说他讲的那个笃定的 他自己笃定的 他绝对比如说 有了他也说 那个太子一个也没见过 对不对 对 他哪需要见太子 他就见那个太子的爸爸 他不需要见太子嘛 那你说像王维尔去做生意 去跟太子做生意 那这同样的嘛 你连圣文今天的身价 他不需要见太子啊 他只要直接就见到胡锦涛 习近平 他就直接就去见到 而且到东南海去做客人 所以那不需要见那些 所以大家认为说 他跟太子合作 他小看他 可是你要讲说 在所有的回应 我觉得因为选战只剩下 算一算50天 你说50天 大概有一些人 会有什么样的支持的态度 他大概会定 可是要真的就是中间那一块 或是发生了什么 很严重的一些说错话 或是做错什么事 那所以回应当然 这很多事情回应很重要 你说像这个礼拜 这是这个礼拜的采训 采训 OK 那这里面针对连圣文的财产 当然大家对于他的财产 还是很有兴趣 东豪他们的新新闻 更有兴趣 可是他提的是疑点 当然他提了五大疑点 包括其实刚才 有点类似年黄刚讲的 也有说什么 他的财产申报一亿多 为什么是一亿多 然后还有包括 对长期以来你也听到 在野党的一些朋友 有讲说你没房没车 可是你可以住在这 然后你可以开什么样的车 很多这一类 五大之一里面 后来这里头总共五大之一 然后呢 他们办公室很快就发了一个 对他们就回应了一个新闻稿 但是这新闻稿针对的是说什么 他是说有关财训的报道 并非事实有为新闻专业 那标题是这样写的 不过这里面所看到 就是说他所承证的那个部分 是有关的土地的部分 OK 因为这里面又提到了说 连家 他讲说有人就从连家 一些财产什么资料还有什么税籍资料 去推估 还记不记得2004年那场大选的时候 曾经出现说 媒体上面有人讲说连战家算一算 连家土地有两万多笔 后来发现是小数点 小数点 我标错了 OK 那请问一下标错是两百多 两百多笔 他也不会是只有两百多笔 我也那么少 但绝对不是两万多笔 对 说是小数点 我普通一下两万多笔那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两岸朋友这个事情最早来自新新闻 我看在民国78还是80的时候 80的时候 那你的时候你还没进去吧 在 我在了 我们做过连战的财产 我直接讲 我们当时拿到一批资料 是国税局的资料 是连战先生 连战家族 那时候他妈妈都还在的时候 在民国72还是70年的时候 的一批 财产 那个报税资料 在报税资料里面呢 连战家当年有一批土地 土地 就是以两万笔计算 两万笔 两万笔的意思 大概是指三坡地 因为大概就是三坡地之类 才有那么大 才有那么大 才算假变成平 那后来当然这些东西呢 在往后的财产申报里面就没有了 所以连战家怎么处分的 不知道 那再回过来 在以台北市现有的来讲 从连战在永战大楼所持有的 那个土地持分 跟他的贱品 都不会是两百笔 好 那可是因为 财讯这篇里头呢 提到的 又是提到两万笔 对 OK 那当时选战 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印象 就是小数点 其实是点错了嘛 所以没有两万笔 所以 严盛文他们竞选总部 就发了一个声明 你光看这个词就知道 其实这个声明 针对的事情不多 因为很短 所以他就针对那个两万笔 他们的发言人就讲说 严盛文的父亲 连战参加 两世纪严四年总统大选 那被前总统陈水扁指扣 在台北市有两万多笔土地 台北市哦 然后最后证实陈水扁 看错小数点 当时就澄清 然后说财讯呢 一再跟陈水扁不实言论 刻意抹黑 颠倒是非 齐心可意 OK 那当然这是他们的 总部针对回应 我第一次说 可是在这个回应上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财讯质疑了五大疑点 才有四点 对 然后你针对一点 就放大了 很明显的跟你讲 那就会有人讲说 那其他四点怎么办 板面有限嘛 可是你这个回应吧 总是应该 像我们讲的 你不应该挂一楼 而应该是 这件事情讲了以后 然后你好歹也应该要提的 就是其实针对其他主的疑点 那其实联署 在过程当中 都已经做了相当的澄清 所以应该是给予一个 公平的报道 或什么 你好歹应该这样嘛 嗯 太疑惑了 对 在一个选战总部出来 这个人群不应该就这样吧 他大概理解 即使我写了这么多媒体也不登嘛 反正我就弄这一句 让你知道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讲说 柯文哲他在进化当中 就是他在整个选局里面 他从一个不懂政治的人 感觉上一开始 到他逐渐的开始 我学会使用的政治语言 但是到昨天的那个专访 其实我必须要讲 连盛文也在进化当中 他在接受电视专访的态度 我知道他第一次开始去接受友台的电视专访的时候 录的时程非常的长 那为什么录那么长呢 是因为必须要修剪 然后必须要接起来 因为他能用的话不多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的专访里面 他基本上面这个问题 他可以看看而谈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我以前念军校的 我们的兵法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连盛文现在在做的东西就叫做攻击 你讲我五个 我预期在那个防御 我不如主动抛出一个对付你 OK 所有人那个交点就被移走了 所以你看 他就刚刚讲说 那么多人富人投资他回答没有 没有 但我直接抛出一个议题 只要我合伙人里面 有一个中国大陆籍 我退学 所以我讲他赌很大 他还来去笑 我干嘛 我又不用赌 我当然是赌定了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这是一个选战上面的策略 他也在慢慢的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还不到政治家 他认为他是政治家 他试着在学习成为一个政治人物 我认为他有在进化 可是对于连胜文自己本身来讲 这样的进化 有没有帮助于到他的选票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你看不到一个 有实质上的进步跟成长 各位 为什么刚刚喜欢看 各位来宾做分线 因为大家长期来 不管说在跑线上面 或接触过的成绩 各方面 听过的 看过的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两个人 那可能吃的饭 没有他们吃的盐多 你干嘛这样讲佩芬姐 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别忘了谢谢你 哈哈哈哈 请问一下 哈哈哈哈 六位可不可以直接告诉观众 请问七老八十 嗯 您可不可以告 以您的判断 你觉得在讲谁 您话 就宋楚瑜啊 宋楚瑜 宋楚瑜 哈哈哈哈 贝芬姐 应该是宋 师辰 我认为他无所指 无所指 所以不是任何人 绝对是宋楚瑜 所以有六个人 师辰 为什么 只有你无所指 你要抢本面 不可以这样抢 他不能改 哈哈哈哈 你可以改成沈志雄 没关系 因为我对连战的了解 当然就现实面 跟他做人面 我分两个 就现实面 他现在去批评宋楚瑜 他疯了 他现在想办法 要增加连胜文的选票 所以他现在去 如果要 如果啦 如果他要批评人列表的话 宋楚瑜应该站很后面 至少 我想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 因为我觉得连战 他不是那种 莫名其妙 会在一个肇事场合 去讽刺宋楚瑜 他曾经的竞选伙伴 这样的一个人 OK 他不是那样个性 好 等一下 这件事 因为我相信各位 等一下针对 从七老八十 一连专 因为这个源头 要从宋楚瑜专访 然后出现七老八十 然后再来 宋楚瑜又讲了一些话 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请问一下 那照目前 包括宋楚瑜讲了这么 这个礼拜也讲了很多话 对不对 宋楚瑜最后会挺联吗 不会 东浩 不会 人居 不会 他根本没有台北市的选票 喂 这也是一种看法 没有 他们两连送的恩怨情 太大了 所以 所以你觉得 不会 不会 是不是 他谁都不会挺 送上谁都不会挺 温先生哥 不可能挺联 不过户口已经签回台北市了 OK 你们人家户口在哪都知道 他至少要回来投他的亲民党四议员一票吧 对不对 他不能投新北市 新北市也有四议员 你怎么可以大手演呢 新北市比较稳嘛 你要听那个宋楚瑜跟连战的恩怨情仇 已经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想象的 他们有什么 因为宋楚瑜讲他对连战很尊重 然后连战他们不是也透过七大管道 然后跟宋楚瑜讲说不是针对你 恩怨情仇有到这种地步 你说宋楚瑜说对连战很尊敬你 你也相信政治人物讲的那种话吗 你先讲我很独位 别别姐 我就算骂人 我也跟他说我真的很尊重你 不要相信那种话 好 你在想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连战要选总统 李登辉要交代让连战选 其实那时候宋的声望是最高 那时候巅峰 那宋也要选 那张校园那时候是我们国民党的秘书长 张校园心想如果宋是个外省小孩可以选的话 他也可以跟连搭配 所以也在中间党 他也想要 那然后呢 李登辉主义的是肖岸长 那所以国民党那些大佬就讲 如果要赢的话 连战一定要跟宋楚瑜搭配 但是李登辉反对 所以很多人就交连战说 你最好的方式就是 中全会提名你 当候选人的那一沙拉 你站起来接受提名 然后宣布你的搭档是宋楚瑜 李登辉来不及救 因为只有一个礼拜时间你都会翻 没办法翻脸 但是连战考虑很久不敢 其实如果他那个时候胆子大一点 提了宋楚瑜的话 他做完总统了 宋楚瑜也就接上去 那那个当时最关键 那后来到了2004年他们两个合作的时候 其实也很尴尬 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他们会胜选 他们两个自己也认为会胜选 所以两个都防着外面有人来卡位 那万一连战当选的话 什么部会首长 你进来就卡上去了 所以连战的这些幕僚群 就是说宋楚瑜 你在南部有声望 所以你负责南部 连战的动员是负责北部 不让他们跨到北部一步 所有的文宣品也好 电视宣传品也好 连战发出来 党不发出来 就是连战阵营的 然后选完输了嘛 但是有那个分配款 分配款的时候 那个时候亲民党真的是一穷二白的 就希望打电话说 既然我们两个搭档 选完以后至少分一分嘛 6比4 5比5 6 4分也好 3 7分也好 电话打到党部 是接不进党主席的办公室 那时候党主席是就连战了 连战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最后 最后那个分配款到底怎么会 就国民党全民走 一票三十块那个 对就一票三十块 达到19千万 对 宋主席去借钱嘛 对 对 所以宋主席是 然后后来 我当副总统参选的人 然后我去借钱 对啊 还要选到借钱 对啊 没有付账的 不是最后要付账嘛 对啊 你要付文宣印东西 要付钱 你如果胜选 人家就不要来要钱 因为就是 我赞助 万一你输掉的话 各种赞都会进来 所以换句话说 宋主席没有拿到那个钱 然后李登辉后来不是把那个新票案的钱还给国民党吗 对 然后连 然后国民党还要去问他要 所以他们那个国民党跟宋主席中间的因缘其实很大 而且当初连战是说你进来 然后当总提调 就记得 如果连 如果宋主席那个时候真的回到国民党 今天主席也是他 总统也是他 OK 所以温生哥就来看 就因为这七老八十这样的言论就让人去送主席 因此就去不支持这个联盛文吗 那这个七老八十该退了 主要是后面这个 七老八十没问题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该退了 而且后面还有 对 剩余价值 要在课计上 也没有电视 电视接受专法 对 把剩余价值 有上电视接受专法 有 明明就是冲着你了 后面讲冲 哈哈哈哈 问一下五哥支持谁 请继续 没有因为刚刚一直提到2004那一议 其实2004啊 当时为了这个枪击案 我记得美国那个Kingstone还签出一议 如果把那一议不要去验票 而就是把说宋楚一啊 他在2004这一议 他垫付的八千万 把他打消就好了 所以有时候能算不如听算 有有有八千万 八千万 像柯文哲你看 他现在是在野大联盟 跟民进党没有什么瓜葛 可是呢 他亲兄弟名算账 他说我如果选完之后 这个得到的这个政党 比那个那个三十块一票 三分之一捐给民进党 讲明在先 但是2004那一议啊 当然就是可能没讲好 可能在连的心目中说 你既然是护首 那有些钱你要付 那宋可能认为我是帮你抬轿 总统毕竟是最大的 护总统只是被位嘛 所以我是觉得 讲来讲去啦 其实应该延伸到 公元两千年那一议 真正的心结在这里嘛 对不对 这个当时如果说你说 连宋在公元两千年能够配成菊 不可能 因为叶尔辛效应 那时候 配成菊 对 不是 那是联兽两个配 然后成功于这个局 我花一面 我花一面 我花妈 你想花妈你去想 他想花妈干嘛 人家还未婚嘛 那就怪怪的 所以啊 这个 因为最主要这个新票案一出来啊 根据李登辉后来的回忆录 他说根本就是连在那边的人发动 李登辉完全撇清 李登辉完全撇清 所以啊 这个大家心照不宣啦 到底谁发动 因为里面 其实 那要去问那位杨吉祥 杨伟员 杨吉祥做谷啦 杨吉祥做谷 杨吉祥只能去问他啦 事实上 第一次找不是找这边 是找到阿扁 嗯对 新票案是找阿扁 阿扁盘算了一下 刚好从英国要说 那个Eurostar到荷兰的时候 过了那个海底以后 他说不要 我们不要碰 因为写得很清楚嘛 这个事后的一些事后诸葛 就是说 呃 站在那个民进党的立场 新票让你们难以内讧就够了 所以我是始终认为啦 宋本身 其实还是可造之材 嗯 今天啊 如果说把用这种词啊 讲的是太过分 嗯 嗯 台湾的政坛啊 七十才开始 你看两讲都是做到死欸 哦 包括为什么说今天连战 呃还要出来帮他这个小孩 这样子的呃台教 其实在连战当时要选总统的时候 财产遗云就已经啊 开始啊 汇影汇声在在在在出来 但是都后来都是传过水无云啊 水无云啊 因为你要知道说到最后其实啊 其实说介入调查都是三十万处罚嗯 可是呢这里面最有一句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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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的一句话是连正东来的时候 他说啊 连痕交给连正东 或连正东交给连战 别无藏物 嗯 就是说连家三代 在连正东那一代 交给连正 连战的时候 别无藏物 只有那些文献稿 嗯 这不是他妈妈 他妈妈会理财 刚刚讲的两万多平 就是苗栗的山坡地土地 苗栗那个不知道几甲 嗯 所以你不能一直把它想象说是台北市 他妈妈理财啊 像像连方怡他这一个财产运营被 被李文中揭花三千六百二十八万 炒地平时炒到台中无期 嗯 这个都已经查到 但是后来也是不了了之一 这件事连宋之间有没有心结 当然要推可能当然是要推到两千年 因为包括宋楚瑜 主席在我们节目那天专访的时候 他特别也提到广拿铁销金 要无毛给 广拿铁销金 广拿铁销金是李登辉讲的 对对对 就是那次大选的时候 其实那个恩怨啊 两千年当然是关键啊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 你别看说国民党党产很多 可是那些大人们弄到钱财的时候 也是撕破脸啊 我再讲个雷目 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1996年李廉竞选大胜 然后得了一笔钱 后来就成立那个李廉基金会 那李廉基金会后来 大家不是有听说后来李登辉离开国民党 然后那个黄坤辉就去做台年的党主席 然后前一阵子不是传说 黄坤辉把那个钱拿去炒股炒光了 李登辉翻脸吗 有这个新闻 其实不是那样一回事 其实那个钱还在 就说是黄坤辉去炒股炒光了 所以那个基金会就垮了 所以你连在那些人就统统滚出 统统扫地出门就这样 那黄坤辉为什么 为什么要莫名其妙 背这个黑锅 趁你们大家干嘛没事来讲 我如果是这样 对 可是黄坤辉现在还在台年 OK 好可是这件事我刚刚讲 可是现在是不是整个大家就打开了 因为光从一个专访 然后接下来就是七老八十 可是再往下 因为宋楚瑜讲话就越来越重 包括这是什么 他接着专访的时候 他就看到宋楚瑜先生说 他就说需要你的时候 就是蓝军选完的时候 就变蓝军 这是一段 盛获直接对马金 讲话也非常重 马金体制 当中国国民党于台湾 这算不算大家真的是公开校正 我觉得这样大家就不用猜说 在台北市长这一局宋楚瑜会挺谁了 已经打成这样了 不会最后跑去拉连胜文手动转吧 不可能了 这时候因为马主席还在旁边拉连胜文手 站着 不可能了 所以我觉得宋楚瑜这一次 其实一开始接受五哥的专访 然后后来连续接受了好几个媒体的专访 其实他是有规划的 他当然就是为了他 主要是为了他自己的市议员的候选人 那刚开始在讲的时候 其实连战讲七到八十的时候 宋楚瑜还很客气 他说我相信连主席应该不是讲我 对当时大家还 虽然私底下拿刀互捅了 但是表面上还是握握手 那讲到这个话 我觉得就刀已经拿出来开始砍了 已经不是在捅了 因为 当时突然讲到这么重 我觉得宋楚瑜在做一个选举的 一个操作 就是他要把亲民党从蓝军里面 把他跟中国国民党做一个 大家都是蓝军 但是因为亲民党这几年来 其实他是几乎是被包在整个蓝军里面 就是他没有自己 那个橘色是不见的 那加上连胜文那个暴局 也让亲民党有点感冒 所以那个橘色是不见的 那现在他只是要把这个橘色 从蓝色里面稍微凸显出来 那你说亲民党会离开蓝军吗 不可能 他不会离开蓝军 因为他们开宗名义讲 就是他还是蓝军 只是他要把这个橘色稍微凸显出来 那当然有他自己的盘算 可是我觉得 我倒是觉得连战大概急了 因为照理说 刚刚施承讲了 说连战要骂的人 如果列一长串名单 我想我们几个大概都在连战前面 都在宋楚瑜前面 不会在他后面 怎么会挑到宋楚瑜 我觉得他真的有点急了 因为其实大家看那个时间点 宋楚瑜是上礼拜五 专访上礼拜五播出 然后连战骂人是在礼拜六 所以他是前一天晚上看到的 看到之后 当然就觉得一时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然后就当然因为可能也是连圣文的选情 一直都拉不起来 可是后来他们知道事情严重 所以赶快去改口 可是不晓得哪个猪头发出了建议 什么沈副雄 所以再这样改口下去 所有台湾政团70岁以上都被骂光了 而且沈副雄如果媒体出来 那个沈副雄第一个想法一定是 怎么样 是我后面的部队不够多吗 对 对 对 我说我是一个 对 狗叫 来 大家就来 对 所以后来又说不是沈副雄 他们说拉沈都来不及了 所以连战因为后面 他意识到一个危机 刚刚五哥其实一开始讲说 宋楚瑜五万票 就是因为他选台北市长 他有五万票 可是这一次大家别忘了 清平党在台北市有六位市议员候选人 他每个选区刚好一个 有六位 那其中有两位是连任 林国成跟黄珊珊 那我们就算最保守的估计好了 这六位市议员候选人 每个人大概都只拿一万票 那也一万票 那我想林国成跟黄珊珊 绝对不止一万票 他们两位大概都有 一万五千票 甚至两万票以上的实力 OK 那加起来就不止五万票了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台北市长的选举 不管现在民调 柯文哲领先多少 我一直认为 最后的两个人 不管谁赢 那个结果不会差太远 可能搞不好决胜负 就在三五万票之间 那这个时候宋楚瑜票 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得很 他往哪边一倒 可能就决定谁当台北市长 所以连赞他发现说 事情严重了 所以连赞宇赶快去改一口 林国对不起 连赞要讲这个以前 没有想过这件事 所以一定都知道 这个选期之间关键的 他怎么可能会在这时候 讲这个最尴尬的是 那天连赞宇就站在连赞旁边 没有 连赞宇的场子 完全来不及 其实我昨天有看到 前天有看到连赞 我觉得他这一次看到 比如我上次看到他 好像没有那么焦急的感觉 上一次 前一次好像比较焦急 前天看他还好 讲话也蛮清 也是蛮世世文文的 那个他去冒出这样的话 当然那个宋楚音的话 讲得也蛮重的 他说你这个working stay stay working之类的 那你知道连赞听的 当然也是很不爽 就这样顺口出来 也有可能 因为连赞其实 我的看法跟师承是不太一样 连赞其实是个性很直算 他不是像 你知道他是教养 因为从小那种教养 他必须那样冷冷的 其实私下也蛮有人为 那种冲话一句 就会丢出来 其实那是他的本性 所以这样讲也有可能 但是你说是不是讲宋楚音 那当然是回他的话 好 东华说我们来看 前段时间 他还在讲什么马连心结 那现在是什么连送心结 又浮现开来 那这样的话 对着连赞文 他的选情来讲 是大大的影响吧 其实跟我讲 如果连赞文的基本盘好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不用在乎宋楚音 他可以完全不在乎 当年宋楚音拿到的5万票 简单讲 就算当年的清明党的市议员 拿都不止5万票 因为会投清明党的人 基本上就是蓝军的 不用怀疑 对 那连赞文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我们自己最近也刚做民调嘛 我做几个叙述 第一个 他赢科匹的年龄层是什么 50岁以上 50岁以下他一路输 第二个 他赢科匹的学历年龄层呢 是国中以下 嗯 从高中开始 一路输 第三个 六个市议员选区 选区 都输 嗯 内户南港 蔡正元的地盘也输 再过来 在我们在做政治倾向分析的时候 我们把所谓的国民党 亲民党 新党 全部包在一起 这种泛兰的 来估的时候 他泛兰支持 袁胜伟的表态 表态里面 59.4 算六成 这是科匹的泛率的 到了85.7 86% 几乎会投票都表态 问题在哪里呢 有10%的泛兰 跑到科匹那边去了 对 这在告诉你什么 我们有注意看 连社会从选举一路以来 第一个 钱的事情讲不清楚 钱的事情讲不清楚 我用举一个 很小很小的例子 还是讲底薪TDR 底薪TDR里面 他从来不回答一件事情 就是他曾经担任过 董事长的念家叫 富人投资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这家公司有100张 那为什么这家公司 他不算在 连胜文自己的头上 就连胜文的观念里面 他是公司啊 可是他是董事长 是最大股东 就是他是最大股东 他的个人 当时是过半年 比如说这家公司的 50%以上股份 是连胜文所有 你是董事长 你当时买了 这个底薪TDR100张 这一件事情 这是国内的 你对富人投资这件事 他从来不讲 这个钱不是很大 说实在我也不认为 这个钱有什么 多了不起 只是说好 因为大家谈到点心TDR 你个人名下有 你当董事长 公司也有 就一个比较负责任 态度来讲 我应该是两个都说清楚 没有多大了不起 这是很小的事情 麻烦就是这么 小事想不清楚 我就会怀疑你了 大事不复杂 柯PNG149 那个规则写了乱七八糟 大家怀疑你 合理 那第二个呢 人生的主轴 你要感动人 我要召唤蓝绿对决 那我总要有一个感动蓝军的人 为什么蓝军对你的支持度 勉强算六成 就我们自己做的名字 十月一号才结束的 为什么六成 为什么一成跑到柯P那边去 那还有三成的人跑到哪里去呢 我们就在做两件事情特别高 第一个 不投票的 以前台北市不同单位的民调 很少超过10% 这是你去看不同机构的 除了我们新新闻之外 各个媒体做的 不投票的人超过10%的 你常常看到 OK 比如说不投票的人表态多了 第二个 这个不表达意愿的 这些人一直都位置在27 一直都很稳定 这些人里面照道理 以前的经验 这些人里面大部分是 男军的潜藏票区 对 有没有存在 也真的有 可是呢 他对连胜的支持度就是不够 换言之 连胜人你在前这件事情上没有处理好 你在身份 也就是说 你一直讲说我不是权贵我不是官二代 所以他的主軸一直很乱 乱在哪里 我们如果注意看 从明日台北到希望的种子 忽然跑出了一个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在概念上这是相互矛盾的 就是说 我本来出生就比较好 你要承认这个现实 然后我才告诉说我虽然出生比较好 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或者我已经做了什么事情 你才能够把男军的人给召唤出来 你要感动人 那回过来 连胜人你做了什么事情感动 所以你看到他的东西是项目冲突的 后来去刷那个 去当那个洗车工 那个就是希望感动人嘛 可是他的东西一直在项目冲突 他的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所以你就看到他赢掉 做不起来 做不起来 永远是差10% OK 我补充一下东豪哥所说的 比如说他的slogan一直在换的 我刚为什么讲说 连胜文他现在打的叫一个人的选战 因为很简单 没有一个可以做决定的人 所以他们没 因为你知道打选战这种slogan 不是你一个人话诵就好了 你整个台北市的所有 包含其他市议员 要follow这个主角跟着你走 那这里面就需要跟党部做协调 所以这些协调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口号一直换 很简单 因为每一次今天来的这个人 你下一次来开会的时候 不好意思 他说我没尊散 所以我说他现在在打这个一个人的选战 好 宋楚瑜他到底在台北市有没有票 如果就宋楚瑜本身来讲 就算婚生哥说他把他户口签过去了 他就是一票了 他自己一个 如果没有 还在领口就是连票都没有 可是对于亲民党来讲 他现在有他根本的问题存在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在上一次2012的时候 亲民党很努力的在立法院里面冲一个席次 冲三个席次 对不起 好不容易成立一个党团 现在对不起只剩两个 所以他党团完全被弱化掉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他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刚刚那个年华哥所提到的那一块 是亲民党你到底定位在哪里 如果今天宋楚瑜跳出来讲说 我支持任何一个人 那完蛋了 大家又开始去穿着附会说 哇你亲民党你又是这样 你就是不了 所以他为了真正党的主体性 就宋楚瑜本身来讲 他不可能表态 他如果表态 他还讲得很清楚 我要走中立 所以现在对于连战来说 到底其实连战讲那句话 到底有没有针对宋楚瑜 我的观感 我从这个地方回来看 连战在讲那些话的时候 他没有气急败坏 他不是很生气 大家都觉得说他在骂宋楚瑜 我讲辈门姐 他也知道我的意思 他没有很生气 所以他压根在打从心里 他就是垂口而出了 可是为什么他会讲出这个话 大概不外乎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他不在乎宋楚瑜 因为认为宋楚瑜的票没有这么多 所以你不会影响选情 第二个就是我赢定了 我赢定了 我再回到洞豪哥的那个交叉分析里面 连胜文现在他所得到的那个支持度比较高的 是在50岁以上 你知道连胜文最多的支持者真的是中高龄者 你知道吗 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以连胜文的状况来说 怎么会 他应该是年轻人 对啊 因为他有比克币的年轻 还在这边我也这样讲 我自己专访过连胜文 我们在跟他谈过程 然后我特别问他说 你内部民调怎么看 他说他目前是认为 他们自己内部拿到是持平的状态 但是蓝军的支持者没有出来 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刚那三个字 赢定了 只要我蓝军的支持者回来的时候 我就赢了 所以相对来讲 我不是说质疑连战可能拿到的那个假 那个民调是假的 但是相对来讲 我必须要说的是 连胜文正义你现在所做出来的民调 是真的民调吗 为什么你们的民调 跟所谓的民间所做的这个民调 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人家除了这个以外 你刚刚特别提到连战的心态 当然只有连战的心态 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就说以我的观念 可是就算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的是不在乎宋楚瑜了 或什么 那事后就不会有 媒体上讲的有七个管道 去跟宋楚瑜讲 但是那个讲 我觉得也很调误 因为包括你说连胜文在专访 那时候我们不是也有问他说 到底你自己有没有去 当然他也很礼貌的说 跟宋楚瑜要感谢宋楚瑜 其实那个 都维持分寸跟礼数 对 然后说如果他 其实他讲话 那个分寸有拿捏 是 因为他不能帮他爸爸讲 没错 所以你注意到 在昨天专访的时候 他是说 如果他或他的幕僚 就是他们这个 就是他自己的竞选总部的人 有任何发言 或者有什么对 亲民党 或者对宋主席 有任何感觉上 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话 所以他只能代表他自己 他没有办法代表他爸爸讲 其实也是奋气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永远 这些政治人物 让你不解的就在这 你会透过七个管道 去跟宋楚瑜讲 然后说什么 但是就缺一个管道 就自己就打一个管道过去 对 你不觉得吗 就缺连这样一个管道 所以你知道 昨天我在专访里面 我就直接问这件事 就是你就直接 你把他卡住点位 你就直接 他也可以 你看 宋楚瑜跟连胜文 其实他们都在这个节目里面 接受专访 都提到一件事 连胜文有透过很多的管道 在之前寻求 希望跟宋楚瑜见面 但我只focus 那这里面多个管道里面 当然包含了 连赞那一块的那个管道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管道我都出来了 你到节目上面 接受专访 你没有支持我 连胜文就算了 你也没有否定柯文 支持跟否定 基本上是一体两面 你没有支持我 但你等于相对来讲 到我的解读 可能变成 那你就是否定 所以你看 宋楚瑜的讲法 目前这两个人 都还没有达到 我心目中理想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所以如果我要变相解读 我如果是一个变相解读 我就说你怎么没把我听啊 所以我才会这样的解读 就是说今天在这个里面 宋楚瑜怎么想才重要 我们在这边解读 这是解读各自的心态 宋楚瑜怎么想 大家都讲一句 连胜文正义现在最常讲一句 宋仙都说不是讲他了嘛 你们在那边吵什么 可是问题是 你在回想宋仙讲 不是讲我的 那个前面他讲了什么 我从来对连赞世间 我没有出过二言啊 那讲给谁听 你以为讲给我们听啊 讲给连赞世间 今天如果说阻碍连胜文的 其实是党中央的 他们绝对不希望连赞 像这本书一样 东山再起 以连赞目前 他如果儿子荡选的首都市长 然后再下去 可能再直取这个总统大位 连家 难道是马金体制下 他希望乐意见到的吗 所以我始终认为 我们现在看到的当然是 表面上是宋楚瑜啊 连赞这一些啊 其实就国民党内部的情况来看 我相信 马金本身也不希望看到连胜文啊 这可是台北市长他不知道 那对他来讲 你要两者取其重 如果说今天好让你连家上来了 我满酒怎么办 OK 给你架空啦 来是这样会吗 一开始没有 一开始会许这样子 后来说听说那个 立法院那个PK小组就是 马主 下令成立 所以可能情势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逻辑 我想不通 就是说我到了一个造势场合 我当然希望我的血票极大化 那我连战在我儿子的一个造势场合 我如果第一个去攻击我过去的党友 刚刚这个人群讲说 有前提 不然就是有目的 那前提可能就说 我赢定了 或者是说 你刚刚讲另外一个目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 我当然不否认有这样的可能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讲出来 讲出来结果 跟他目前这个状况 目前的状况很怪 因为我连战 如果我要选票极大化 我当然攻击对方阵营 民进党我先狡猫再说 他去提七老八死 我认为因为有时候连战 一嗨 可能就会讲这些 好是的 连战先生是不是因为嗨 他就讲了这些 但是我说后来送在这个礼拜 加码到 加码到已经 因为马金都已经讲下去了 对社会直接点名马金 就这样讲的太重了 他对马金一向不满 这是确定的 但是包括连刘文琼 就像连刘文琼 在节目里面讲讲讲 大家都某种程度 还比较隐晦一点的讲 这是摆明了 大家就直接在台上公开校正 因为连跟马金也不是太好了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怎么公开校正 其实再想想看 我觉得宋楚瑜那个愿 那个愤怒 我觉得可以理解 就是说像刘文雄他们 也是个人才吧 到今天为止 六年多 你这些 你去看他内阁革缘 那些革缘 也不是个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你那些说清明党的或是宋的人马 对 你像李同豪他们有没有 然后张显耀还碰到这个事 对 然后像那个刘文雄 你至少好歹 任何事情都可以安排他 两千个位置 你找不出一个位置安排他 所以我觉得 对宋楚瑜来说 我的子弟兵们 真的不知所终 对马金的愿恨 我觉得我可以想想 那这整个来看的话 就是在选战 现在剩五十天 五十天 到了下个礼拜 选情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的变动 有这种可能吗 或是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我们自己的史安的问题 这个礼拜出现了 让大家难以想象 不到一个月 再报一次 下礼拜 政府到底该怎么样 给民众一个交代呢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 接下来请锁定新闻 追追追